大家好,我是學長,歡迎來到學長開箱 學長頻道會在美洲是更新金米咖啡知識或是器材開箱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歡迎按下訂閱以及小鈴鐺 就也是到美洲推播囉 好,那我們今天要來開箱的是這個 老顏尼,就是陶作坊的新的作品叫做U70濾杯 可以看得出來它是一個蛋糕濾杯 就是用這個蛋糕濾紙 搭配蛋糕濾紙的濾杯 這一次的U70濾杯,學長覺得是一個蠻有特色的濾杯 但它的特色跟你平常習慣的路線不一樣 而是它的油脂感以及甜質是非常非常的好做 如果有足夠的油脂感的話 會在你的金米咖啡裡面帶來一些鼻後響氣 所以等於說,它聞的時候香氣比較不明顯 但是喝到嘴巴的時候,推驗下去的時候 你的Affertest,就是魚韻的部分的香氣是特別的顯著的 所以我覺得也算是一個令辟蹊蹺的一個濾杯 那這個濾杯呢,它這次有做三個版本 一個是這個魯池的,看得出來很漂亮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這個,這個是有上右一次燒 裡面是有右的,外面是老顏尼 還有第三個就是這個,完全內外都沒有上右的 但是它的構造都一樣,只是右色不一樣 那我們來看一下,用這個好了,用一次燒的 可以看到,它裡面是一個非常平坦的一個底台 那搭配我們蛋糕濾紙以後呢 它的水就會卡在我們這個底台上面 它的流速會變得比較慢 所以呢它對於甜質跟油脂感的萃取就很容易做到嘛 因為它就是慢慢慢慢的流 同時間它中間有一個大洞對不對 水基本上是從這個大洞裡面流下來 那這個洞可以看到,如果我蛋糕濾紙放上去的時候呢 它基本上它是沒有什麼去導流的 它基本上它會因為我細粉如果有堆疊的情況之下 它的流速就會變慢 如果我沒有細粉沒有堆疊的話 它的流速就會是比較偏快的 所以各位有聽到關鍵字嗎? 如果有細粉堆疊的話呢,流速就慢 如果沒有細粉堆疊的話呢,流速就快了 所以這個濾杯最最最重要的關鍵字就是 有沒有斷水 如果我有經過斷水的話呢 我整個流速會放緩和 所以就會強化這一段的甜質跟油脂感 如果我這一段是沒有斷水的 一路衝下去的話,它的流速是偏快 所以就可以強化它的香氣跟酸質 所以這個濾杯其實非常的簡單 而且呢,邏輯很明確嘛 所以你在充足之前,只要先設計好 你希望有多少比例的EAT 它是比較有富有油脂感的 然後當作我的斷水點 就可以完成這次的充足測試 所以是不是非常的簡單 OK,弄懂這個邏輯 我們馬上就來充足一次給大家看看好不好 然後邊充邊幫,幫大家把這個邏輯弄順一點點 OK,好,那我們首先呢,我們先用這個 有上一次又的,好不好 一次又的,OK 好,那我們用蛋糕濾紙 然後不要忘記蛋糕濾紙呢 我們都要先稍微過一下水 讓我的蛋糕濾紙的質位比較不顯著 要不要蛋糕濾紙一般質位是比較重的 OK,好,可以看到 基本上我的蛋糕濾紙是完全服貼在我的濾杯的邊緣 這是剛剛好的 也因此這個濾杯呢,其實它的 使用的克數呢,不能太多 原則上呢,你用20克也是可以啦 但建議大概在14克左右 是比較良好的 好,那我們 第一把我們來做的是細岩膜,好不好 其實這個濾杯,細岩膜跟粗岩膜呢 都蠻好喝的齁,都可以做 我們先從細岩膜的開始齁 好 那我們細岩膜大概呢,是磨 可能小富士啊 小飛馬這種小動物系列 大概是在3到3.5之間 所以稍微偏細一點點 接下來呢,需要跟大家講我的思路齁 那跟大家講嘛,斷水是我們的決勝負對不對 所以呢,我會希望 呃,我待會兒的沖煮呢 我的油脂感呢 因為這個研磨度也比較細 大約佔我整體劑量的 四分之一左右就好 那前半段呢,四分之三 我就把它留給我們的 呃,酸甜 酸甜 這樣喝起來呢,又有酸甜 那又有足料的油脂感 喝起來就會很平衡 又可以保留這個濾杯的特色 所以待會呢,我會沖210cc的水量 中水量 那我不悶蒸 我第一段呢,一路從0 沖到160 然後呢,休息一下 最後50cc 我讓它斷水以後 進到第二階段 做足料油脂感 OK 好,那今天是14克的咖啡粉 好,下去 然後我的水溫呢,是90度 好 好 好,所以蛋糕濾杯 內外圈,我們是均勻就好 不用特別給在正中間 所以好 正中間 我們做一個類似悶蒸的動作 往外繞 讓我所有咖啡粉呢 都正常吃到水 然後就可以內外循環了 然後這一段呢,流速會比較快 可以看到,它現在是沒有斷水的狀態 所以它流速其實滿快的 好,我們一直給到160 好,休息一下 然後呢,等到我的水位流到大約一半左右的時候呢 我把最後的50cc補回去 那這一段流速就會比較慢 就會明顯變慢 好,再來一下下 好,差不多這樣子 留掉一半左右 再給50cc的水 好,一口氣給沒關係 好,給到210 OK 然後稍微可以搖晃一下 把掛在我的栗子上面的咖啡粉呢 讓它被帶下來 這樣我的萃取會更完整 然後這一段開始呢 有斷過一次水 所以它有細粉 會有部分的往下沉積 這一段的流速就會慢很多 所以這就會50cc的水 它原則上它會有富有油脂感 那四分之三的咖啡 四分之三的飲料的喝起來是比較清爽 然後有酸甜質 然後四分之一的油脂感 這樣配上去其實就會很有特色 可以看到後面這一段流的時間其實挺長的 以我們這種不悶蒸 但是只要分兩次來說 整體時間後半段的明顯會才50cc而已 但是時間卻明顯會變得比較長 OK 好,那我們沖煮時間大概是1分40秒左右 好,我們來喝喝看 這大概是一人份的濾杯啦 大概一次可以出170左右的水 170-180的水 非常的如我們所設計的 前面三分之二就是舒適的酸甜質 還是滿明顯的 最後面一節會有比較明顯的油脂感就飆出來 但你覺得喉頭上面好像有很好的巧克力味啊 很好的和果味 這次是瓜地麻辣 所以就很明顯尾巴的魚韻非常的長 就跟你V60為主的那種以快流速的香氣 前香比較明顯的濾杯就會有一些差異 它的強處會在於後半段的鼻後響 所以喝起來其實是相當耐喝的 那接下來我們做第二個手法 就是用粗顏魔的手法 那粗顏魔的情況下我們就要搭配悶蒸 那可能會比較符合你平常的通過經驗 那我們一樣要先設計 我希望有多少的劑量是比較油脂感的 那原則上呢 因為我們已經做的比較粗顏魔了 所以這時候的我的油脂感的堆疊的強度 也不會過分強 所以我們就可以稍微用多一點點的劑量 我們剛才大概是 細顏魔的情況下是四分之一嘛 那粗顏魔的情況下我們就可以 多到三分之一左右 它的前後平衡感就會特別的好 所以呢我大概呢 待會目標是210的總積水量 後面70CC我就是用斷水的方式來做 比較明顯的油脂感 然後前面140CC呢 我就用來做酸甜 想好我們的策略跟配水以後 我們就準備太衝突了 好這個研磨度呢 大約是小富士的5左右 好那我們就準備 下去14克 那我們水溫呢 一樣90度就可以了 第一段悶蒸呢 我們一樣前後 內外呢是不用有差異的 因為它不是最新濾杯 它是平底濾杯 正中間給下去以後呢 順順的往外繞 然後內外均勻 大概給30CC 31 好等30秒 這段時間呢 我開水粉色比較粗 但因為有經過悶蒸嘛 所以它的開水粉就開始排氣 然後待會兒會進到一個 比較良好的萃取狀態 所以呢 不要忘記 如果是更高濾杯的話 內外的護水是一致的 不需要正中間給太多 不然喝起來也會很不均勻 這也是特別一定要請大家注意的 那接下來第二段呢 我們就給正中間 然後的聖中環繞 一路給到140 OK好 準備囉 好正中間給下去一樣也是順順的 蛋糕濾杯就是均勻 不用特別分內外啦 所以給到140 那我的咖啡粉呢 都有正常吃到水 給到140 這一段呢就是做酸甜端了 酸甜端為主 然後這一次呢 我們就可以讓它全部流到乾掉 我們前一把沒有流乾嘛 原則上是因為前一把我們是用細鹽膜 那細鹽膜大家也知道說 它細粉的量一定就更高啦對不對 所以如果我讓它全部流乾的話 最後面一段油脂的強度會變得很強很強 我怕大家喝不習慣 所以呢 前一細鹽膜情況之下 我們就沒有斷 就沒有斷到很乾淨 那這個出現的情況之下 我們就可以斷乾淨 你追到給7CC的水 好 一樣順順的吼 給7CC到210 好 OK 那如果你希望我 栗子上面的粉塵呢 有一點被均勻萃取的話 也可以稍微晃動一下你的濾杯 讓掛斃的粉塵呢 落到我的水裡面 它的萃取完整度會更好 OK 那無論是細鹽膜或出現 我們都可以看到 它的關鍵處就是那個斷水的時間點 如果我們能夠控制斷水時間點的話 這個濾杯其實相對來說是很容易理解 很容易去弄懂的 它的層次飛也會有非常清楚 就是斷水之前 原則上它的是清爽的口感 斷水之後就是油脂感的部分 好 時間大概是2分12秒 好 我們來喝喝看 這個是粗鹽膜 但是有增加悶蒸這個動作的沖法 也是有很明顯的分野 就是前面酸甜脂 後面飽滿的油脂感 然後耐喝 而且嘴巴會留很多的香氣在喉頭的部分 所以會覺得喝完以後嘴巴會一直香香的 跟V60這種快流水滴杯還是有一些差異 最後呢 想來跟大家講另外兩件事情 邏輯大家都弄明白了 最後跟大家聊一下版本 這三個呢 一個是乳牙 一個是一次一次勺 有上釉的 這個是沒有上釉的 整體來說呢 有上釉的 它的酸質會再明顯一點點 那如果呢 你喜歡這小追求更極致的甜質跟口感 油脂感的話呢 可以選擇這個沒有上釉的 因為它老顏尼直接接觸水了 所以它的整體的風味呢 會再厚段一點點 會再甜 再油脂多一點點 那這兩個比較類似 就是比較酸質會再強勁一點點 那每一顆U70呢 它都會附一個這個 這個叫做墊片 這個墊片部分 可以放上去 乳牙就是附乳牙的墊片 那如果是這個 老顏尼的就是附老顏尼的墊片 那這個墊片呢 其實怎麼使用呢 一樣放下去以後呢 我一樣把蛋糕綠子放上去 那這個墊片的主要目的是 會讓大家去做什麼樣的變化呢 我跟大家簡單的講一下 如果你希望我的整體的原論度 喝起來一致性更為強勁一點 層次不要做那麼明顯 喝起來很圓潤 一致性很強的話 你就可以用這個墊片 因為這個墊片呢 它就會直接把這個洞口 直接堵住了對不對 所以我的咖啡粉也好 水也好 就要從這個墊片的外側 進到我的落水孔以後呢 它才會進行萃取啊 所以呢 這個墊片它可以有效的 去讓我的這個落水孔的 剛剛說的塞水的狀況 變得比較不明顯 就等於說 我前半段我在給大水後 第一次給水的時候 它的流速因為墊片的關係 也會變得比較慢 那後半段呢 我斷完水以後 就照到你說流速要變慢 但因為它墊片的關係 所以它的流速也會變得 我不在乎滿 所以前後流速呢 會比較趨於一次 用墊片的情況之下 前後 那流速越一致 喝起來是一致性越強 就會均勻度就會越好囉 所以如果你希望整體喝起來 我需要均勻一點 我不要做太多層次 喝起來溫潤 你可以考慮用墊片 喝起來確實一致性很強 那如果你希望 我不要我喜歡有層次感 我需要前面沒油汁 後面有油汁的話 你就不要用墊片 你喝起來呢 前後的差距就會比較大 所以這個墊片其實也蠻好玩的 你可以在這個邏輯之下 再次做一些風味上的調整的變化囉 OK 那這就是U70這個濾杯的一個開箱囉 如果各位有任何問題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那我們就下次見了 掰掰